音樂 首先我們這一個課程會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會講漢語的詞彙 漢語的詞彙 那比較是從請同學閱讀的範圍裡面去直接做講述 那老師在講述的過程當中 你們隨時都可以打斷來問問題 所以漢語的詞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漢語的造詞造星詞 就是說一般來講我們造星詞有哪些方式 它很多方式不是專屬於漢語的 但是大家都可以參考 然後第三個部分是漢語的構詞 就是我們所謂傳統morphology的部分 那構詞的話就會跟句法有比較多的雷同 因為我們知道漢語的詞彙跟句法都有相應的結構 大家還記不記得漢語的構詞或句法有五種結構 五種形式大概是哪五種 會記得嗎 提示一下主位是最常見主位結構 還有什麼偏正並列 主位偏正並列三個了 樹補 或者是樹冰 那個樹的部分有人會說用味 這個也是可以的 或是 有一些奇異啦 等一下之後會有一些分別 那首先來概述一下 一般我們認為構成語言的要素有三個 語音 詞彙跟語法 語音 詞彙跟語法 這大家都認同吧 那 在構成語言的要素裡面 詞彙當然就是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要講一下在不同的理論裡面 對語言的架構 語言的基模 其實是不一樣的假設 那如果最近各位有 聽言講的話 會聽到 所謂的 兩個理論 深層語法的理論 然後還有構式語法的理論 同學對於這兩個 詞彙 這兩個語法的概念 有沒有 什麼想法 沒有吧 一般語言 構式語法的假定 是說所有的語言形式 包括 字 詞 甚至是音節 然後 到句子 當然中間還有詞柱 詞柱 句子等等 他們都是 聲音跟形式的 對應 所以比如說這邊是 聲音 我們說是 pf phorological form 然後他呢 就是一個意義的對應 selement 或是meaning 所以字有他的對應 是一個字的語意 我們叫字 這邊一樣詞意 還有他的意義 所以每一個 結構他都對應到一個 聲音跟語意的對應 那這樣子的對應之下 我們 對我們的認知來說 每一個語言語音形式 他都是一個構式 所以假設說 假設江山達里寺 我們用 一般的 不見了 太妙了 所以比如說我們有一個句子 張山達的里寺 又有一個把一個貝字句 里寺被張山達了 這一個句子 張山達里寺 這個句子 里寺被張山達 他們各自是一個構式 儲存在人的腦裡面 OK 就這樣子 因為每一個語音形式 每一個形式都有一個意義的對應 那這樣子的一個pair 我們叫做一個構式 OK 那深層語法的假設是 對於 語言的基某的假設是什麼 以前早期是這樣子的model 這邊我們說是詞彙 Lexicon 然後這邊是PS rules Pray Structure rules 這個我好像稍微上次有講過 這叫做磁阻率 磁阻率是像一個什麼東西 他就有點像是各位在 教材裡頭看到的預發點 比如說最最明顯就是 一樣是John Hittby 一樣是張山達里寺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張山加上動詞加上 NP 所以有一個NP加一個NP2加上 NP加動加NP2 我們說他是張山達里寺 是通用這個句子 他會變成里寺被張山達 所以在背字句裡頭是NP加上背 加上NP2 NP1 這樣子 再加上動詞 所以呢 一個句子如果他是主動式 就是John Hittmary 張山達里寺的狀況 如果他變成背字句 英文裡頭他變成 Peter was hit by John 對不對 那在中文裡面會變成里寺被張山打了 所以NP2這個東西 第二個名詞組會一道 變成句子的主語 然後第一個名詞組會再變成背的後面 對不對 這個叫做 長得像這樣子的東西叫做磁阻率 那磁阻率呢 有磁彙像 就是張山把它填進去 張山打他底刺之後就會變成一個句子 那句子就會是在他的基底結構 這裡 Distructure 我們叫做底層結構 那 有一些延伸規則 有延伸規則 會在這裡發生 我們叫做 Syntactic rules 這些句法規則 所以從底層結構到表層結構 出現了 所以比如說我們一個背字句的形式 李四背張三打了 這個形式呢 是由 張三打的李四變化而來的 那他的變化方式就是把NP2移到前面 NP1移到背的後面 然後再加動詞 這是深層語法的 假定 就是我們必須假定說 這個語言的基模裡面有深層結構 跟表層結構 在深層結構到表層結構中間 有一些語法 有一些語法規律的變化 那表面形式呢 就是所謂的 語音形式 或是音韻形式 我們叫做PF Phonological form 那語意呢 我們叫做LF 邏輯形式 Logical form 所以在Distructure 就在表面 句子的表面 我們是看到 語音跟語意的一個Mapping 一個對應 可是其實他的背後呢 是有詞彙 填進這個磁阻率 再說一次 詞彙填進磁阻率之後變成基底結構 然後呢 進行一些衍生規則之後變成表面結構 那以背 背動句 背字句的 演變 變字句變化 就是把NP2移到主語位置 NP1變在背 背的後面 然後動詞再加上去 對不對 那句子的表面會有語音跟語意 這是大家 比較會常聽到的兩個語法 對於語言構成 他的想法是不同的 那我有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知道構式語法的概念大概是什麼 我們也知道深層語法的概念大概是什麼 對不對 深層語法呢 需要一些 變化 磁組變化 讓 基底結構變成 延伸的結構 比如說主動變背動 那他的假定就是說這個被動句 背字句 他是經過這些延伸過程可以來的 所以 這個世界上 存在著句法規則這種東西 對吧 會把主動句變被動句 John hit Mary 變成Mary was hit by John 那這個 這個假設裡面 這個構式語法的概念裡面 有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句子都是一個構式 都是一個結構 對吧 這是兩個極端 這是兩個極端的看法 所以深層語法的人花很多功夫在做延伸 做那個語法規律 的描寫 哪些語法規律是在這個語言進行的 甚至構式語法的人則是每一個句子都是一個構式 這是構式 一 貝字句是一個構式二 就這樣 請問 我首先要講說 理論裡頭每一個理論他對自己 對於那個 心智或是對自己語言 有去他假定他的一個認知的模式 那沒有哪一個是 一定是完美的 一定有 每一個理論都有他的優勢 有他的劣勢 但是在研究所階段希望同學要知道的是 我們必須知道說這個理論假設的本意是什麼 因此 他的代價是什麼 對吧 比如說 以深層語法來說 語法的變化 必須有很多的描述的規則 比如說這像這樣子 NP1 V加NP2 要演變成NP2貝加NP1加動詞 對吧 可是像這種語法的話 他不用描述那麼多 語法規則 可是這個的問題是什麼 構式語法的問題 他非常簡單 就是每一個 只要不管是字詞 字組句子 只要是有一個語音形式 他就有一個E的對應 那音跟E的對應 他就是一個 一個Pair就是一個構式 所以很多人研究成語 因為成語就是一個固定的形式 他就是一個構式 所以這個構式我們就記在腦子裡 對不對 那 恩 當然不同學派的人他們會互相因為 理念的不同 而在 比如說在研討會 在哪些場合有一些爭辯 那我覺得這些爭辯都是好 因為真理永遠是越變越明的 那 你要相信什麼 就完全是你自己的信仰 你自己決定 去相信什麼 因為不同的理論的基本假定是不同的 你願意接受這樣子的假定跟假設 你就去 就去accreciate 就去欣賞他 就去追求他 這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希望同學知道的是說 我們 在本著自己立場 學這個東西 像我自己是學省策語法 但我絕對不會說 其他的語法是不對的或是不好的 因為我有用理解的方式 你要去理解對方的優勢與劣勢 我也要去理解我自己的優勢與劣勢 在這個基本的前提之下 我們才有辦法讓自己更進步 那也不會有一些 由於一些 衝動啊 或是一些延遲上的 不必要的一些 怎麼說 針鋒相對的情況 好 所以我剛講的 深層語法的問題 深層語法的問題 會是我們必須要很多的延伸規則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比如說磁阻率 這個 NP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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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P2 這個磁阻率 他太powerful了 為什麼 你們可以想像得到嗎 該一下 我現在可以寫出一個磁阻率 NP1加V加NP2 會變成貝字句的時候 NP2加ρε 加NP1加後 zeug 所以張三打李四 會變成李四貝張三打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我能不能寫出一個規則叫做 NP2 NP1 然後貝 這樣子然後不要動詞 就變成李氏張三倍 可不可以 句子是不好的 絕對不對 對吧 這語言不會生成這樣 可問題是持主力有沒有告訴我們不會這樣 沒有 所以我說他太powerful 為什麼 你always會亂寫一個次序 對吧 那我們的語法規則 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的規則在衍生的時候 可以生成好句子 卻不會生成壞句子 對不對 如果你的工具可以讓你生成很多錯的句子或壞的句子 那他就是太過powerful 他就太過太強了 對不對 但是以現以當初六零年代七零年代的生成語法的寂寞 他並沒有辦法限制這個詞彙填詞主力 他並沒有辦法限制詞主力的 鑽寫規則 就可以任意的寫 那衍生規則也是你always會亂隨便衍生 那就你可以生成一千條 一萬條規則 對不對 那所以到後期的時候 Chomsky就把這個部門跟這個部門拿掉 他說我們現在不算他太powerful 我們詞彙下我們不要討論他 我們現在只要這一段 從衍生規則到表面有pflf就這樣子 但是衍生規則這個是沒有丟掉的 好 那這個構式語法的問題是什麼 好 吉利要不要試試看 你心裡沒來 他都會晚一點點到對不對 他現在身體不舒服 昨天去看衍生 那個 嗯 等一下這邊講完再插出來講那個 你們等一下提醒我 講同學的事情 這邊 過世語法的問題是什麼 預法 你說說看 你覺得會有什麼問題 過世語法的假定是我們沒有變換 這個句子就這個句子 指數句就指數句 被動就被動句子 那個一般句一般句 被字句就一個句子 句式 我們腦子裡就是有這個格式 你是說這個過世語法 就從他的意義上 對 他的優勢跟他的劣勢是什麼 剛剛我們講了 生成語法的優勢跟劣勢 他劣勢可能是這個 持足力會太強大 你可以任意寫一個持足規則 但是他的優勢是他 經由衍生規則之後 這個句子跟這個句子 主動句跟被動句發生牽連之後 我們只要知道這個規則 我們可以生成 所以我們腦子裡不用記得 我們就是可以生成很多很多句子 只要知道你這個句子 這個語言的規則就可以了 構思語法 我覺得優勢可能是他 理教會簡單的理解跟體化 對 Always簡單 對 講上講的理事 然後只要畫了兩個圖文人就可以 或者畫了兩個圖文人就可以 或者畫了不同的動詞 就行 他就是一個構思 對 第四我覺得可能是 可能是如果只看 像構思的話 可能未必知道他這句話 在什麼情況用 喔 語用上 對 語用上 那這應該是幾乎所有語法 都有一個問題 因為那個 當然這是一個沒問題 就是 嗯 語用上你會不知道 主動句跟被動句 誰 誰 用 什麼時候用 好 那我還有想到一個是 如果 這個這樣子 一個構思 這樣子一個構思 甚至他們認為字詞 都是一個構思 比如說 嗯 AABB型 AABB就是一個構思 所以我們上次講的 什麼詞可以用AABB型 形容詞還是動詞 形容詞 對 比如說乾乾淨淨 對不對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那AABB就是一個構思 那這個 這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結構 跟這個結構 互不相關 因為每一個心 就是一個構思 我們就是記著他的聲音 跟形式的對應 這樣子 記在腦子裡 好 那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所有的句式都是無關的 一個聲音 一個字詞 一個詞詞 一個句子 都是構思 所有東西都是構思的話 我們會要記很多很多的構思 在腦子裡 對 推展到幾端 對吧 那 你們認為可能嗎 我們現在知道大腦 我們運作員是在左半腦的兩個區 Broadcast Area 跟Vernicast Area 那這兩個區域的那個 腦皮脂層是專門在運作語言的 可是很可惜的 當然我們在那個小時候 腦部還沒有策劃完成 還沒有完全形成所有的連結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 可能性 可是根據研究我們成長到某一個年紀之後 腦部的分控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有很多腦的皮脂層其實是沒用到 那不管怎麼樣 語言能夠用到就一小部分 我們的皮脂層 腦容量足不足以我們肌的 所有所有的字、詞、音、詞、詛、句子 都是一個構思嗎 這是一個基本假設的問題 那他的這樣子的假設的缺點是 你深層太多規則 可能是錯的規則 可是 當你主動句跟被動句有關係 像英文也是啊 John hit Mary 你要你的以前 迪法老師有沒有告訴你 怎麼樣變成被動句 有啊 把兵語Marry拿到前面當主語 Marry 然後加上B動詞 was 然後動詞變成PP形式 hit 然後再加上by 再加上叫 對吧 這個也是以前 也是 那如果我們都會 我們都認為所有的句子 它都有一些變化規則的話 我們只要記得這個 然後這裡記到這個 還有知道少數的規則 我們可不可以生成無限的語句 可以啊 我們可以變成被字句 也可以變法字句 也可以變主題 話題句 因為你只要寫出話題句的規則 所有的直數句都可以變成這些不同的句式 所以這樣是不是我們腦容量省一半 一旦我們相信這中間有變化規則 我們就少了一半的腦容量 需要記憶的所有句子 對吧 而且這個也不需要記憶 因為你就知道這個構思 這個是跟構思的意思一樣 我只要把詞彙填進去 這個字數句就出來 ok 所以各自有各自的優勢跟劣勢 那 嗯 學習的人 我們現在就是 不管是學者或是老師或學生 嗯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理解 理解各個不同的說法 各個不同的理論 它的優勢與劣勢 然後你可以完全自由去採信 你想要相信的理論 好 嗯 有時候這個對我來說是製造麻煩 因為就是 以往我收過學生寫的論文 它可能是五花八本 它相信什麼 就寫什麼 那指導上是很 是有點會麻煩一點 但是不過我覺得 嗯 這個這個基本的那個胸懷或是那個 嗯 想法是必須要有的 好 要知道沒有一個理論是完美的啦 好 絕對 我們不是神 我不可能說出真理來 但是在這個趨近真理的過程 我們只能說好 我現在假定這個 然後呢 我發現好多問題 或是說 我寫了一個被字句規則 被字句的分析 一個寫了一個文章 然後他有問題 那我如果他是錯的 那有什麼關係呢 我本來就不是說 我本來不是說我是神 我不會說出真理 但是如果知道是錯的話 我可以告訴後來的人說 嗯 這條路是行不同的 這樣子的假定字會有它的極限 或是說這樣子的說法這樣講也會是有它的極限 這其實就是也是一種貢獻 所以以前 嗯 常常聽到 常常聽到人家會講說 真理喔 你說不出真理 我們只能趨近它 為什麼我不斷地去嘗試 然後把錯誤的都去除掉 我們可以圈限一個範圍 那個範圍是對的 這樣就很棒 OK 好 所以構成語言的要素有 語音、詞彙、語法 那在語言的構成要素裡面 詞彙是很重要的 那這邊要講到一個是 特別它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因為它往往會反映了社會的發展 好 這邊有四個例子 好 就請四位同學 一人唸一個 好了 我們從這邊開始 剛剛一話講 他語當中 他語當中 叫做落途的動物 阿拉伯語中 進入四百多個子命 是 第二個 那個 語音中的國父 手、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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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稱呼 在語音中 只有安靠一個子 嗯 愛的基羅人 品列花、念於雪的詞 會特別多 嗯 中國以農異國發言植物 牲畜的詞會特別多 說文裡 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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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布 泉物 水布的字最多 嗯 就植物嘛 所以是草布的字 都是植物 或是木布 那牲畜的話 有可能是泉布 泉布也有另外一個學法 就是這樣 狗的左邊 然後水也是有三點水的寫法 好 那這四個 這四個例子都證明說 詞會會反映了社會法 其實這邊講的不是太對啦 不是反映社會法 我直接從課本弄下來 它其實是反映我們的認知模式 好 認知模式 比如說像剛剛講到 艾斯金文的血 它詞會特別多 因為艾斯金文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地方 對不對 它的血 不同的形式對它來說是重要的 不同的血的形式 可能它必須要反映在 因為它今天要穿什麼樣的衣服 對吧 或是說 它會不會遇到它的房子裡積水 那所以不同的血 它有不同的稱呼 那另外這邊有一個沒講到的 就是 大家會比較常聽到的例子是像 比如說彩虹 彩虹它是一個漸層的 它是gradient 它沒有一個人告訴你彩虹哪裡 知道哪裡有一個分界 然後所以我們有幾個顏色 可是我們華語漢語裡面 彩虹有幾個顏色詞來描述它 七個大家都知道 紅橙黃綠藍電子 對不對 那有些語言它可能只有五個 它可能電跟紫其實是不分的 它就合在一塊 那有些語言更極端一點 它可能只有兩個顏色詞來 除了彩虹 彩虹就是冷色系跟暖色系 紅橙黃就是一個顏色 綠藍電子是另外一個顏色 所以那個語言可能只有兩個詞 是不像我們有紅橙黃綠的七個詞 好 那像這個反應了什麼 第一個它講是反應了社會 或是反應它居住生活裡的需求 像我愛自靜默人對吧 那另外一個可能就是 反應分類這件事情 或是我們的認知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接收到的訊息 我們的perception 我們看到的是同一個彩虹嗎 彩虹就是彩虹啊 對不對 我們接收到訊息是一樣 可是我們去做不同的分類 顯示了我們對於同一個東西的不同的認知 是吧 所以不同的原因 當你用不同數量的語詞去描述的時候 表示什麼 在你的認知裡 把這個東西categorize 把它分類成幾種 分類本身就是一種認知的體現 那它體現在哪裡 體現在語言的詞彙數量 可以嗎 所以這個詞彙的構成 這是跟人類的文化當然有關係 當然也跟人類的認知是有關係的 那以漢語的特色來說 漢語在語言的類型學上 我們說叫做分析性的語言 或者是孤立語言 那分析性語言英文叫做analytical 那孤立語我們叫做isolating language 那孤立語或者是分析語言 它相對的就是那個黏著的語言 也就是說有些語言 它的那個詞跟詞不是分開 它是全部都黏在一起 所以有的那個語言它是很黏著的 那漢語的特色就是很容易會有一個詞有很多類別 或一個詞有很多不同的語意 那當然還有同學會說 那我們還有那個聲調的問題 那在課本上這邊講的其實是我們沒有缺乏 我們沒有我們缺乏那個曲折變化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也詞類變化也不清楚 那以這邊有一個例子來說 這裡有三個句子 這個東西挺怪的 除了是你可別怪我 這小孩子怪可憐 請問第一個怪是什麼詞類 什麼詞 形容詞 那第二個呢 別怪我 動詞 那怪可憐的 副詞 因為可憐是形容詞 這個小孩子 你可以說很可憐對不對 很後面都是形容詞 那修飾形容詞 我們一般用的它是副詞 那漢語裡頭 除了那個黏著分析這個特色大家都知道之外 那分析性的語言 或者是所謂 孤立語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它的字跟詞很難區分 什麼意思 你去想想漢語裡頭什麼是字 什麼是詞 那可憐可能會給我們一個定義 就是所謂的字是有獨立的字型 不一定具備有語意的東西 這聽起來好像有點模糊對不對 那也有人說 字是一個字最基本的書寫單位 那詞是什麼 詞它是一個最基本的語意單位跟語法單位 所以就是書寫單位跟語意單位 語法單位的區分 這樣子聽得清楚嗎 其實還是有點難 定義上看起來還是有點難 我們以例子來說 有獨立的字型的 所以有一個基本的 像我們來漢語的方塊字 通常就是一個字一個音節 大家知道 所以比如說人、仆 這就是一個音節 那它書寫起來也是同樣一個漢字 一個單位 那我們就叫它是一個字 那可是詞呢 必須附著語意在裡頭 所以剛剛的那個人跟譜來說 這個譜 它並沒有具備它獨立的語意 附著在譜上面 為什麼 它必須要兩個音節 葡萄 才會形成一個有語意的單位 所以最基本的語意跟語法單位 是詞的話 我們必須說人跟葡萄是詞 可是譜呢 是一個字而已 所以這是最簡單對字跟詞的區分 那古代的漢語裡頭 其實沒有字跟詞的區分 為什麼 因為以往的古漢語裡面 它的一個音節就是一個詞 意思是什麼 一個音節它就附於一個語意 所以單音詞佔了大部分的狀況 那是到後來比較近代之後 我們才有一個變化叫做雙音詞化 就是所有單音節的詞都變成雙音節 那這個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有些語詞 它為了要變成雙音節 它會加上一些詞綴 但是那個詞綴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比如說詩 詩者 詩就是老詩的意思 在古代就是單音音節就是一個詞 可是你必須說 現在必須說老詩 可是其實老詩這個老的語意 並沒有合作它是一個無意義的詞綴 對吧 那比如說以桌 好的桌 就是本來就是一個詞 但是現在雙音節化之後 你比如說桌子 那其實子是一個無意義的詞綴對吧 好 所以呢 以前古漢語單音節詞佔絕大多數 多音節詞是由雙音節詞 單音節而為多數 所謂的連緬詞 那連緬詞是由兩個或兩個一項的字來組成 但其中每個字不代表獨立的語意 這邊有更多的例子 比如說玲瓏造次跟披靡等等 那這邊有一個例子是宋代路由的一首詩 叫視而詩 它是這樣子的 它是死去原知萬事空 但卑不見久舟同 王詩北定中元日 家寄勿忘告乃窩 那這邊紅色的這些字呢 它都是單音節的詞 那想請問一下同學 就是現在這些詞 這些單音節的詞 現在都是雙音節的詞 都是所謂的連緬詞 請問你可以想一下它是什麼 死去原知 是什麼 知道 萬事空的空 什麼事情都是 失去 空白 對不對 反正一定要兩個音 失去 空白 什麼事情都是空白 什麼事情都是五屈五 對不對 但卑不見久舟同的卑 悲傷 我很悲傷 不會說我很悲 對不對 好 不見 看見 同 一樣 統一吧 看不到九州 被我們 納入領土 對不對 王師北定 平定 中元日 日子 所以我們會說那個日子 不會說那個日 對不對 家寄勿忘 忘記 很好 告訴 乃 王 先生 對不對 父親 是一個人 那其實我們不會再用我 不會再用我 或是我們會加一個姓 什麼我 對不對 好這是一首 十種代音詞現在都變成雙一節詞了 那漢語的詞跟字 我們有辦法區分之後呢 我們可以來看它跟英文的對應 所謂的詞在英文裡頭我們叫做word 那字的話我們叫做morphing 那morphing呢 其實我們叫它字的話在漢語裡頭有點誤導 原因是我們字的也可以是書寫的一個方塊字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另外一個詞語速或是詞速來替代它 那這個詞速才是對應到所謂的morphing 那所謂一個詞速的話 就是一個音節 但是它不管是單一節或雙眼 但是它有負有語意的 好 記一下 剛剛的我們對於字跟詞的區分 那個字的部分 對不起 詞速是沒有那個 呃 等一下我看一下 詞是字 字是morphing 字是morphing 詞速 或者是稱為character 這是我直接從課本裡括得起來的 那我看一下這個 他說的是對嗎 詞是字 字是morphing 對對對 一個字是一個morphing 所以比如說老師的老是一個morphing 對但是它不是一個word 這樣可以 好 所以我們另外這邊要講的是 除了字跟詞之外 我們另外一個單位我們叫做詞速 那也有人叫它做語速 數是數值的數 那它英文叫做morphing morphing 它跟那個字一個方塊字 所謂的一個character是不同的 好 那這裡講幾個英文講清楚 word是字 morphing是詞速 character是字 就是字型的那個字體 那syllable是什麼 語音的上次有講過 是音節的意思 所以比如說一個cv的形式 或是一個cvn 就是一個音節 對吧 那可以單獨出現的 以詞速來說有分兩種 至少兩種可以單獨出現 不行 不能單獨出現 等一下會講另外三個判準 對於詞速做分類的一個方式 那這裡講其中一個 可不可以單獨出現 如果可以單獨出現的 叫做自由語速 自由詞速 那不能夠單獨出現的 我們叫做非自由詞速 非自由詞速 所以以這個例子來講 葡萄這個是一個詞嘛 對不對 他相對應的是grabes 那對他來說葡萄 對我們來說葡萄是一個詞 他已經是一個word 可是他有兩個音節 葡跟陶 他有兩個音節 那葡本身沒有語意 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character character 可是葡萄加起來 他是一個詞 同時他也是一個詞速 我不會說他有兩個詞速 對吧 人才是一個詞速 一個音節一個詞速 但是葡萄是只有一個詞速 不是兩個詞速 但是他有兩個音節 那可以單獨出現的例子 比如說像馬見性 這些都是一個單音節的morphing 不能單獨出現的 比如說玻璃琵琶 他雖然是詞速 可是他不能單獨出現 他一定要玻璃一定要搭配在一起 那簡單的來說 語意的最小單位就是morphing morphing就是有一個聲音 有一個詞彙對應上面 這也是一個詞彙結構基本的單位 所以一個詞 不論是單音節或多音節 都可以是一個詞速 以這個例子來說 性是一個詞速 性風是由性跟風構成 所以他是有性這個詞速跟風這個詞速 那剛剛講到有三個判準不同詞類 詞速就是分別不同詞速的一個依據 來這裡詞速可以從下面幾個角度來劃分 第一個是音節速的多寡 所以你可以有單音節的詞速 或者是多音節的詞速 那構成能力也是一樣 構成能力有自由跟非自由 那非自由你一定要黏著在別人身上 比如說像子就是一個非自由詞速 那組合順序來說 可以是定位詞速跟不定位詞速 什麼叫做組合序位呢 剛剛講那個老師的老 我們說他是一個 他是不自由的 所以他必須黏著在別人身上 他不能獨立起來 那他必須一定要出現在前面 這我們叫前綴 那椅子的字 他一定是在出現後 我們叫做後綴 那像這種一定要出現在某種位置 我們叫做定位詞速 那跟他相反的當然就是 我們所謂的不定位詞速 那以音節的對應來說 你說老師那現在剛剛這個姓跟姓風 他一個是單音節一個是雙音節 可是他的那個詞速分別是一個跟兩個 那個詞速跟音節的對應 大部分的詞其實都是單音節的 那有些詞可能是多音節的 那多音節我們有些人叫他做連綿詞 他有些是翻譯詞 比如說葡萄、蜻蜓、巧克力、沙發 這些都是語音有翻譯過的 比如說巧克力、chocolate 它就印譯 沙發、sulfur 那這些詞速是有兩個以上的字組成 他在裡面除了可以形成特定的詞彙之外 沒有辦法再跟其他詞速去做結合成另外的詞了 或是拆開之後他也沒有獨立的語意 比如說沙發 沙拆出來發 拆出來都沒有辦法跟其他詞來做結合 不像我們剛剛說老師的老 你可以說老闆 對不對 老還有老什麼 職業類別 老師 老闆 老翁 這個是嗎 好像不一樣的語意對不對 那什麼什麼詩也是 比如說老師、律師、廚師 什麼什麼詩 那是表示職業的 那這些字詞跟他的音譯 可以有關係可能沒關係 就像剛剛講的 好 那再來 把詞速跟音節來做 簡單剛剛的統整的話就會是這樣 詞速我們說它是最小具有語意 或句法單位的語言單位 那第二個就是它可以單獨成 可以是單獨的詞 比如說他 那也可以是一個附加的詞 詞綴 比如說門 就是不是自己可以獨立的 那以音節來說的話 是以母音、原音為中型 它的前面的on set 就是前面的詞頭加上子音的話 後面加上一個韻尾的那個 也是子音的話 可以是一個音節 它的形式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可以因為音節來區分 有些詞是單音節詞、雙音節詞 或是多音節詞 比如說人 它是一個詞速 單獨就是一個詞速 而且是一個音節的 怎麼了嗎 沒有 沒有關心 喔 沒關係 關掉吧 那葡萄是一個詞速 但是它是兩個音節 對不對 但是兩個只有一個語意而已 兩個合起來才是一個詞速 我們它是兩個詞速 一個是我 一個是門 那同時它也是兩個音節 所以構詞的基本單位 跟聲音的音節的單位 是要可以做一個區分的 那下課以前 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練習 請你說明下列的 與詞有幾個詞速、幾個音節 第一個我來說 咖啡 咖啡來說 是幾個 是一個詞速 可是它有兩個音節 對不對 好 那下面每位同學 說一個同意話這邊開始 漢語 幾個音節 幾個音節 兩個音節 嗯 我覺得那兩個詞速 兩個詞速 為什麼 因為漢 就等於是一個音速的 嗯 語的話就是一個不中語 嗯 好 其實語可以另外生成幾號的詞 嗯 英語 嗯 好 那再來美國 國 有兩個音節 嗯 只有一個詞 因為他們各自獨立開來的時候 不能代表你 國這個詞 嗯 只有一個詞 那國呢 國可以單獨的 嗯 就是可以變成其他的國 但是每 單獨都能亂懂 美國的音 對啊 所以就是可能國是一個 詞 所以一個音節 兩個音節一個詞 對不對 好 再來小白菜 對一個詞 它是一種菜的稱呼 名稱 對不對 那有同學可能說 不行 老師那個什麼什麼菜 什麼什麼菜 還有生成的能力 所以那個菜 是一個獨立的詞數 因為我可以說菠菜 芹菜 對不對 但是你買菜 都會小白 是什麼 我不知道 小白 小白菜 白菜 是一個獨立的詞數 小誰 有人認為像這樣認為嗎 同意他要舉手 白菜跟小白菜 哈哈哈哈 白菜跟小白菜是有關係的 就是大一點的白菜跟小一點的白菜 但同一種菜 還是它是兩種不同菜 他說 那有時候要區分大小 還是他們這名字就不要小 小白菜是一種菜吧 是一種另外一種菜吧 小白菜就是比較細長 然後顏色不是很脆裕的那種菜 叫做小白菜 那白菜是很大顆的 然後就是你要把它一頁一頁撕下來的 不過大家不知道菜也是正常的 我已經那個 我小孩已經養到12歲 對 相信我小白菜跟大白菜是不一樣的菜 只能先這樣 來加拿大 三個音節 嗯 嗯 它就是一個國名 對不對 翻譯過來的 那三個音節 事實上只有一個磁數 好 所以這邊講到構詞 那個有morphin這個概念 磁數除了用音節多寡 可以分為單音節磁數 跟多音節磁數之外 我們如果用獨立與否 剛剛的第二個判準一句 來看可以分成自有磁數 我們叫做freemorphin 或是非自有磁數 balmorphin balmorphin 又叫做黏著磁數 那自有磁數本身 它就可以成為一個磁 那例子這邊有人骨離 這邊單音節就會成為一個有意義的語詞 那非自有磁數 它不能自己獨立成磁 它沒有辦法獨立成磁 比如說明心語門頭子 這些必須結成 跟其他的磁數來做結合 來形成獨立有意義的語詞 比如說明它沒什麼 民族就有一個就是一個語意了 它就是具有意義 那性智 那語也是語言 門是指多數的意思 老師會說 有的同學會說 老師那個門頭子 它是一個非自由的語數 它是一個磁數 可是我們對語數 磁數的定義是 它必須有語意 那門的語意是什麼 子的語意 子好像沒語意耶 對不對 你偶爾可以歸納出來 門是在專指非 所以應該是 不可以說是非人 所以是人 專指人的多數 對不對 大於二以上的人 比如說我 是一個人 可是我們 就變成很多人的代詞 那頭也是 頭可以 要跟其他一起 它是一個非自由的嘛 所以你必須說 石頭 下頭 木頭 上頭 那頭有 跟其他 當一個包摩 當一個非自由的語數 跟其他字 形成語詞的時候 有時候會唸輕聲 比如上頭 下頭 木頭 石頭 好 那磁數的另外一個化分法 是在看它在位置上是我 這是第三個區分的方法 好 我們把這邊 快講一下 區分的方法 如果是第三個 用它出現的位置的話 是不是固定 也可以這樣去做指 它不斷出現在前位 或者是後位 只要是固定 我們叫它定位詞數 那沒有固定叫做不定位 詞數 這是剛剛講過的 定位詞數呢 有前綴跟後綴 比如說前綴阿地勞 那後綴比如說 子頭兒 阿可不可以現在要造幾個詞 阿當前綴的時候 你造幾個詞 如果要造詞的話 有阿什麼 阿明 阿姨 阿姨 我想說阿明 阿明是名字嗎 其實那個阿在叫我 稱呼語裡面 也是能產性很高 對不對 阿花 阿美 阿美 等等 那地呢 它是一個敘述啦 所以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的那個地啦 好再來老 老虛 老虎 老虎 對老虎在那裡 那後綴子頭兒 我們做頭就好了 什麼頭 剛才講位 木頭 上頭 下頭 好 所以整體而言 詞數的類別可以這樣子去做劃分 就是分為單一節詞數多一節詞數 單一節裡面又有自由跟非自由的區分 多一節詞數有連綿詞跟音異詞 從下一節開始呢 我就會叫 就會介紹單純詞跟複合詞的區分 那以合成詞 就是單純詞跟合成詞 那單純詞裡頭又有連綿詞跟 這其實都是單純詞的例子 那合成詞的就是有派生詞跟 不同的生存方式的離合詞 派生詞離合詞 還有一個是什麼 複合詞 複合詞離合詞跟派生詞 好我們現在下課休息一下 好那我們繼續講那個 漢語詞彙的部分 剛剛講到構詞的一些基本的單位 然後還有對應到那個 我們所理解的方塊字 或是我們理解的音節 或是它對應的位置 各自有不同的分類 有三種不同的分類都講完了 剛剛的部分有什麼問題嗎 好那我們就繼續了 那剛剛有提醒同學要講的是那個 那個同學們可能進到學成 也已經第二個學期了嘛 所以開始也跟自己的同學比較親近 那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覺得 那個在碩士班的階段 那個同學跟同學之間的那個相處 時間會很長 然後也比較貼近彼此 好比起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那因為人數很少 所以大家也都比較親近一點 那我們的單位本來就是很小的 一到學學成本來就是 以前李主任常常說 我們是小而美的系所 那我們本來一直朝向 要成立碩士班跟博士班 然後最後當然希望有一些大學部 像師大那樣子 那不過這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前置要先完成 就是我們可能老師的生員 生員要夠 然後老師的人數也要夠 這整個編制都要比較大 不過這是題外話 但是你請大家跟說 研究所的時候大家壓力也會比較大 那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多多關懷彼此 不論是那個學業上的或是情緒上的 那有時候老師沒有辦法貼近到 每一位同學各自的狀況 那你會發現那個現在你的同班同學 很有可能都是你一輩子的朋友 因為到了這個階段 你可能生涯的規劃都逐漸定型 那你會在某個領域 以後會在某個領域發光發熱嗎 那現在碩士班的同學可能是 永遠都會跟你在同一個領域的人 對那所以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以後你會需要這些朋友的機會會很大 就是比起你們出社會之後 出社會之後 然後同事啊朋友就會比較是職場上有一些利益關係啊什麼的 那真正現在在就學期間交到的朋友才是一起成長 然後一起可以克服很多困難的 那大家互相要彼此關懷一下 那大家互相要彼此關懷一下 大概是這樣 好來 哈語的構詞齁 怎麼了 沒有開 我也想說 我也想說 奇怪為什麼大家 我們這門課是 課程結束之後都會有那個 課程錄影會生成 對 大家有進到NTU庫看嗎 這門課有開設NTU庫的那個 怎麼好像不行 我重開一下 我們要等一下 大家亮燈 本來課程網站是在SEBA 那後來我們有那個錄影的機制之後 課程有錄影機制之後 就開設了NTU的網站 那同學們可以在NTU的 我覺得NTU庫那邊可以下載到比較多的資料 所以以後我的那個SEBA就不一定會再繼續更新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構詞來說 1988年 嗯 國家與委會公佈了一個字表 它叫做現代漢語常用字表 好不好 那其中有2500個字 是叫做常用字 那 呃 次常用字有1000個 所以以漢語的7萬個詞來說 大部分都是有這個常用詞的2500個 加上次常用詞的1000個去組成的 那這7萬個常用詞 不是常用 7萬個詞彙當中 依照音節來區分 那單音節有4555個 雙音節有 呃 49萬個 49萬 6415個 那 三音節詞有8308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雙音節詞還是占絕大絕大部分 但是三音節詞還比單音節詞更多一些 所以雙音節話已經到了一個很末端 可見雙音節詞在現在漢語的詞彙其實是佔了很大的多序 那剛剛有講過說 以這個 嗯 以這個我們看到的這個構詞的這個表來說 那個多音節詞裡頭至少就有有連緬詞跟音異詞的這兩個分類 那有些課本會有另外一個叫擬聲詞 嗯 待會也會稍微講一下 所以 嗯 以單音節 以多音節詞來說 不同的音節會 會形成不一樣的詞 那 第一個我們要講的是單純詞裡頭的連緬詞 首先先講單純詞 單純詞就是單一一個詞術構成的就可以成詞的 那通常這個詞術可以是單音節水風車馬人花 或是多音節詞謀蜻蜓鴛鴦鴦鴨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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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 所以拆开之后他各自的代音节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要两个声音合起来才有意义才是一个词数 所以对才是一个陈词 他又可以分为四类依照生母跟育母的变化 我们可以有双生跟蝶蝴 所谓双生就是说生母相同蝶蝴就是指育母相同 那所以双生跟蝶蝴来搭配的话 我们可以有四个种类 第一个是双生连绵词 第二个是蝶蝴连绵词 双生蝶蝴连绵词 跟非双生又非蝶蝶蝴的连绵词 刚才讲到啦 所以双生是比如说栗子有参痴、崎岖叮当 蝶蝴的有婆娑、窝、盘、盘、安、徘徊、哀 蝶蝶蝶蝶是蝶蝴的部分 那既双生又蝶蝴也是有可能 因为双生是指前面的子蝶蝴 蝶蝴是指蝴蝴嘛 所以生母蝴蝴相同的也有 比如说辗转、辗转、解绝 非双生、非双蝴 当然也是有两个 它就是完全没有阴影的考量的意思啊 因为生母有没有不相同 蝴蝴也不相同 比如说玻璃啊、模糊啊 生母都不相同 第二种类是音译词 音译词就是从大部分是外来语 那因为外来语它原来的发音 跟汉字来做组合 就会有不一样的那个 就会形成新的词 音译词 那我们有四位同学吗 除了义华之外 从这边 心地也没来 慧语是不是 慧 蛤 余涵 余涵 慧语是你 不好意思啊 搞相反的 音语 那所以 呃 余涵这边开始 外来商品品牌名称 比如说像什么 那再来音译人名 语 会 再来音译的物品 呃 呃 名称一名 三名字 高尔森 咖啡 嗯 好 呃 这边是音译词 音译词 呃 很多人做研究 其实也是蛮有趣的 呃 呃 呃 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音节结构 上一次讲过嘛 对不对 生母育母的结构 我们还是有韵尾 少数的韵尾 那 呃 借词的时候 最有趣的地方是在音节 哇 拉到了 所以 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来做那个 可以来做借词借字的研究 好 比如说音节就是一个很有趣向 比如说像很多的英文的字词翻译 呃翻译进来之后都会音节数变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子音串 对不对 哦 子音串是像什么 比如说 呃 SPSTR 这种开始的 这个字词我们没有 这些没有 这叫子音串 那子音串借字竟然会变成 呃 要符合汉语的音节结构的话 借词的话就会变成很多的音节 比如说 嗯 找一个例子好了 以人民来说 比如说 音节数增加 那好像还好 嗯 Harry Potter 我们翻成这种 为什么 嗯 玛丽 波特 对不对 这个是那个 好 所以 哈利波特 一解数是一样 对不对 那 嗯 刚才名字是 是 地名 Kalifornia 是加勒福尼 亚 对吧 加勒 福 那个韵尾的R我们没有 所以它就直接drop it down 就变成福 福 然后你大母音会做一些变化 亚 啊这个阿开的尼亚 哈 它把它分成两个音节 尼亚本来是 尼亚是一个音节 变成尼亚 就是一个音节 变两个音节 好 其实日文会更有趣 啊 日文你们知道 学过日文吗 麦当劳是怎么说 麦当劳 那麦当劳 麦当劳 麦当劳 六个音节 麦当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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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音节 三个音节 变六个音节 那你要符合我们自己 因为 那个日语的音节结构都是CVCV啊 所以它的那个 嗯 所有的有韵尾 都在多一个音节 跟这个类似 好 现在讲一个 再讲一个中文的 Asia 亚洲 亚 系 系 亚 没有多音节啦 但是就是直音串会被分开 也没有直音串 日语的比如说 strike strike是那个打棒球那个 strike 中文叫什么 strike 啊那日文怎么说 strike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str开头的还有什么 好没关系啊 s strike s就变成了s t就变成to I就是 他们没有r开头 他们没有卷声音 所以 R就变成啦 所以一个一个音节strike 就变成stola 就是会变多音节 那中文有类似的现象 你们都可以去看 这支很有趣的题目 以那个 西班牙刚刚这边讲到的 span 对不对 就变成西 班 pai变成班 然后 就是亚 这其实span是同一个音节 在这里 那这里 帮我拿到多一个东西 那sp 因为sp也是直音串 就变成 西 关 亚 不好意思我有时候用p有时候用IPA 这支IPA 然后 应该用这样 全部用IPA 就变成三个音节 那以那个 咖啡 Coffee Coffee来说发生什么变化 Coffee Coffee 反而就这样 然后变成Coffee 对不对 Coffee 所以是母音的变化 Fee 然后母音变成母音 所以那个 戒指他有一些那个 语音的变化 都是很有趣的 我不是学那个 音语学 所以我不是专家 只是大概跟大家讲说 那个音节商 或是母音 都会做一些变化 那泥声词呢 泥声词又叫做相声词 Honumentopic word 相声词这种词汇的形成 主要是模仿动物发出的声音 跟自然界的声音 以构词来说 移声词很多都是重叠形式 所以会有 Aaa Aabb 不好意思 Aa中间应该有一定要写线 看起来就要清楚一点 这是 Aa形式 Aaa形式 跟 Aabb 跟 Abab 上次在讲那个 形容词的动词 有讲到 区分他们是 Aabb 跟 Abab Aab Aa这边很多是 他说重叠形式很多是 音韵律动的部分 是词汇的其中一部分 比如说 呼呼打睡 呼呼是模拟那个 睡觉打呼的声音 但他是 只是这个呼呼打 整个词里头的前半部 那 舵舵笠 也是一样 只是 凝声词 那除了这 连编词 连编词除了这个 呃 刚刚两种 那个连编词跟 音译词 跟音声词 三种 总共三种 那另外 相对于单纯词 另外一种就是合成词 合成词 那因为单纯词是他音节数多 可是是只有单一的语数 那合成词是相反 合成词是 一个语数 一个词数 那他跟其他另外一个词数 去做合成 结合 所以有分为 复合词跟派生词字 至少有这两类 以复合词来说 就是一个自由 有至少要这个中心词是自由的 结合另外一个自由语数的形成 那他的结构既然是复合的话 两个 两个 合成的 自由语数之间 他们各自会有语意 各自有语意就可能形成不同的结构式 比如说联合主位 数捕数 冰片 整重叠 这边比我们传统的五项多了一项是重叠式 那 这里的联合式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并列式 这是语词上的用语不同 因为我这次今天的讲义截取大家三本课本 我要特别感谢那个 辅仁大学 跨文化研究所的那个 李子轩老师 就是我们学读那个课本 他是我的 念书时候的学姐 我跟他一起学剧法 修同一门课 剧法学课 但是他是博士生 那时候是博士生 我是硕士生 然后他写这本书之后 他很慷慨的送 证送了我们书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资料 所以今天 这次开课要特别感谢他 上次他也来帮徐芳华口试 硕士班口试 还是再谢谢他 联合式就是我们所谓的并列式 主卫式 然后素补素兵就是所谓动补动兵 有人是说用动 还有偏证式 偏证式就相对于并列式 或是联合式 那这边多了一个是重叠式 只是词语上的不同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派生词的部分 则是有一个自由语素 跟另外一个词权 那个词权通常就是 不自由的成分 他是必须要附着在别人身上 所以依照 组成的成分 两个自由词数 我们就要复合词 如果是只有一个的话 我们叫派生词 派生词 我们知道 他有一个词权是 非自由的话 有可能依照位置 可能是前缀或后缀 好 所以复合词来说的 第一类 刚刚讲的复合词是有 两个以上的 词合成在一起 第一类我们叫主位 主位结构就是所谓的 这里说的是什么 主位 他也是说主位 那主位呢 他有两个字来一起组成 他的结构是 主语位语 就像句子的 主语位语 所以我们如果有句子主语位 天黑了这样子的例子的话 我们也可以有复合词 像海 笑 那海他就是一个名词 所以他是主语的功能 那笑呢 他在语法功能上就像是一个位语 那主位加起来有 可以做不同的词类来使用 比如说主位合起来变成名词 主位合起来动词 主位合起来变成形容词 那央请三个 请同学来念一看 主位合起来变成名词的例子 比如说什么 刚到义华 话到义华 英语 经验 怀笑 气华 耳鸣 这四个例子 都可以吗 如果有例子 那个 跟刚讲的 不对应 不一样的话 再提醒我 在语涵的开始 动词 主位 联合成动词的例子 入卧 宣章 法子 心恒 这些都是动词吧 好 那主位合成的形容词 同词 言行 幸福 心恒 手辣 好 很好 那刚刚是主位结构 并列结构有两个字组成 一样两个语素组成 语意的结构是并列关系 大家一样可以有形容词名词 动词 副词的区分 名词的部分 书 暴 灯火 车马 常列 条件 怀恼 黑眼 嗯 形容词 贵重 零要矛盾 懒惰 奇怪 保守 势力 动词 虚心失败 依靠 意味 满足 断少 稀含 嗯 副词 互相全 都反正 始终 早晚 都收拾吗 好 那偏证结构 第三种 偏证结构 顾名思义就是 两个 组成成分是两个词 它各自有语意之外 其中一个是中心 那另外一个成为修饰的成分 所以两个以上的字组成 其中一个是语意中心 称为中心语 那另外一个就当然就是 修饰它的修饰语 以名词为中心语的 偏证结构有哪些呢 牛肉 香料 橙腸 滋化 老师 老兵 学生 嗯 再来 以动词为中心的 步行 枪壁 鬼混 口是 有价 无闹 解尿 嗯 这个枪壁喔 枪壁有点难 因为它看起来像个 洞部 以动词为中心 枪壁 究竟那个 那个最后那个结果补于壁 死掉的意思吗 对不对 枪壁不是就是用枪打它让它死吗 它是说是以动词为中心 所以枪 对不起 枪壁是一种动作吗 对不对 所以它中心语是 应该是用枪打 不是用 不是打死 对不对 枪壁是用枪打的意思 嗯 那我刚搞错了 好没错 那所以枪壁是一个动词 动作 然后它的中心语是壁 那枪只是一个 修饰 指的是它的工具 好 以形容词为中心的 雪白 飞快 自满 鲜红 火急 天大 嗯 天大是什么 像天一样大 那火急呢 是一种急 很急的意思 像火烧一样的急 还不错 那树冰结构 树冰结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词组成 一样的 那这个复合词有动作作为鱼的中心 那动词后面的那个成分 比较像是冰鱼 所以我们在句子里头可以有树冰结构 或者是所谓的 动冰结构 张三买了一辆新车 这个买了一辆新车 它是一个 所谓的卫语 语法功能是卫语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动词组 那以复合词来说就是 流星这样子的树冰结构 因为流那比星是一个名词 是当它的冰语作 好 那我们来看树冰结构里头 当名词的 刚刚在 流星 是当菜 滴水蒸米 嗯 惠语 零食道菜 滴水蒸米 好那如果当 动词呢 流星 出版 省眠体 出版 出版 是一个动作没错 出版一本书 对不对 那个出版又是一个动笔 所以动是出版 版是一种 艺术的模版 对不对 它本来就是一个动笔 那你看它整个又当动词 出版 可以加后面一个笔 出版一本书 好再来形容词 出名 缺德 去乡 守旧 嗯 守旧 去乡 缺德 出名 好副词 重量当时转眼用心 嗯 当时 当时是动兵 是竖兵的结构吗 以前的当是什么语呀 当时整个意思是副词就是正当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的意思吗 当一个时 当然承担的意义嘛 承担的意义嘛 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比识还像是术语呀 可是除了竖兵结构你们还可以想像它是别的结构吗 是当时 好像还是竖兵 好 再来最后一个竖谷啊 竖谷两个以上的字词呢 它前面比较像是动词 呃 呃也是语义的中心那后面呢 呃则是比较像是补语哦 那我们知道那个句子里头我们都一定有补语 术语补语 他哭了三个小时 这是一种期间补语 汉语的补语有很多种 有 像德字补语 至少就有两种 描述补语 跟状态补语 呃对写描述的状态 描述补语跟结果补语 比如说跑得很快 就是描述补语 快是在 讲跑的一种 速度跟状态 那跑得很累 这是一种结果补语 累是指跑的结果 所以德字补语就有两 至少两类 那非德字补语的一般补语 除了 结果补语 跑累 跑死 打死 这种的 结果补语跟那个描述补语之外 还有 表频率次数的补语 那像这个地方就是表 期间补语 哭了三个小时 所以我们可以加次数时间 等等的补语 那复合词来说 也是有束缚结构的 比如说回去 回去 也是一种去就是一个方向 表方向性的那个 成分修饰 术语 所以它是一个补语 那一般来讲动词前我们叫撞语 动词后我们叫做 补语 撞语也是 可以描述动作 比如说慢慢的来 快快的跑 等等 好 结果补语有睡着 请同学念 刚刚是到义华 还是 还是到惠语 现在换惠语 现在换惠语 好来 结果补语 加强补语 好极了 看透气 再来 方向补语 走进 提出 收回 起来 回去 嗯 好 所以五种结构都讲完了 不知道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 刚刚讲这个图片里头 课本里有讲六种结构 多出来的一种就是 复合 重叠复合 单音节的字 叠合成的词 不同音节的重叠 它有几种形式 我们刚刚讲 A型到这种 XY 就是 XY 比如说 叮当叮当 琢磨琢磨 XXYY 零零碎碎 家家户户 还有 XXY 某某雨 XYY 冷冰冰暖洋洋 XY XZ 有条有里 有什么有什么 傻里傻气 XX的话 很多叠合是用在 称谓 比如说公公婆婆 爸爸妈妈 娃娃 星星 星星 等等 那叠词呢 有些叠了之后 是没有语义变化 但很多叠词 是有语义变化 那以它的那个意义特征 跟语法功能 来画 来看的话 对于来看的话 没重叠跟重叠之间 XXX 形容词类的重叠的话 就会有强化加强的功用 那形式上常常就是AABB 这我们上次讲过了 比如说大大小小高高 给你扭扭扭扭扭 干干净清清清白白 动词类的重叠有弱化减轻的现象 所以你没重叠的时候感觉比较强 那你重叠之后就感觉你的语气 比较减轻跟弱化 比如说讨论讨论 我跟你讨论 好像是说我要找你谈一个事情 可是我如果说 诶我们来讨论讨论 只是说一下 你不答应我也没关系的意思 来琢磨琢磨商量商量 那名词类的叠词呢 也是因应这个孕育节奏 那他重叠跟会重叠的话 语意就没有不同 这是跟形容词跟动词之间有不一样 比如说爸爸 你就说他爸 你说他我爸 跟我爸爸 没什么差别 哇哇哇 星星星 好 那个 合成词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起 复合词 复合词的合成词 没有问题我们就来看那个 准备看后面的离合词 这边是个结论 不好意思先讲一下结论好了 他的内部结构跟巨法的关系是一样的 所以是组卫并列偏证 树并五种 加上刚刚就说的重叠 那词卫的结构不同 在巨法上也会有不同的体现 比如说词 这两个词 帮忙跟帮助来说 他是帮忙 我问你们帮忙是哪一种 帮忙是 树 什么 忙是什么 对啊树兵啊 帮一个忙嘛 帮他的忙嘛 对啊 用户所有的可以测试他是不是 那帮助呢 帮而助之 帮且助之 所以他是什么 并列 帮跟助是一样的意思 那并列的帮忙跟 对于并列的帮助跟树兵的帮忙 其实鱼翼是几乎一样的 对不对 帮助一个人 帮忙一个人 是一样 可是他的巨法表现会不同 为什么 因为他内部结构不同 所以帮忙来说 你可以说帮了忙 帮了你的忙 帮了很大的忙 帮过几次忙 那帮助这个并列结构来说 你就不能说帮了助 或是帮了你的助 这显然一定要认识你的什么 不能 冰雨的位置 他通常是要名字性的程度 你也不能说帮了很大的助 帮过几次助 那个中间可以插进去东西的 这些词 我们叫做什么词啊 像在帮中间可以插很多东西 我们说他可以怎么样 把帮跟忙 分衡开水 他叫做离合 OK他叫做离合的一个作用 这就 接连到 就接连到下面有一个离合词的概念 那 汉语有类词叫做离合词 离合词的特色是他在 引译概念上 他是要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 但是用法上呢 你可以把它拆熄解析到 解析掉 我们说汉语是一个 Analytic Language 所以你如果画那个句话数 他是可以拆开很多很多层的 数很大只 那中间当然 可以插很多成分 那很多都插很多成分的那些词 我们叫离合词 用法上可以当一个复合词使用 可是中间又可以插入很多成分 比如说洗澡 洗澡是一个什么形态 组合是什么 五种里头的哪一种 洞 洞什么 树什么 树冰 对那离法呢 也是树冰 对不对 所以跟刚刚同样的逻辑 洗澡你可以说洗了一个痛痛快快的澡 对不对 离法你可以说离了个头发 这些就是可以拆熄出来 这个叫做离合词 离合词 那一般的那个 复合词的话 如果可以做这样子的 我们都可以叫他做离合词 OK 离合词外来讲派生词 派生词的话 也是有很多深层的 那个能产性 那首先在讲派生的 先讲词序好了 刚派生词 我跳过一张 等下再回来讲 那一页 先讲词序 为什么 词序呢 本来就是构词的 很重要的手段 那 这里有两点要注意的 第一个在意义上 汉语的词序很多 都是词根演化而来的 它是一种词词变虚词的一种 语法化的 作用 所以呢 语意呢 本来比如说初 他有 本来就是起初初次的 意思 他有流传 流传本来的 语意 汉语的词根 如果它是虚化的 其实本来都是诗词来的 汉语本来就是单音节可以称词嘛 对不对 那如果虚化之后就有时候就变成语嘴 就是说这几个词它没有什么语意 虚化的意思说它的语意很空虚虚 老虎的老鼠的老 那它一部分就是老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没有那个年长的意思 所以当你讲老虎老鼠只是虎跟鼠的意思 这种动物的意思 而不是说它是一个很老的 年纪很大的虎 这个意思嘛 那如果是没有完全虚化的话也都脱离本来的意思 比如说嘴巴跟乙巴的巴 巴 它已经脱离本来那个巴原来的意思 那汉语的词序跟英语比起来的话 有一些差异 英文呢有分为root 所谓的中心语跟 ethics ethics就分为prefix跟suffix prefix是前缀 suffix后缀是跟聚会制的不同 那英语有词跟跟词 加上前缀或后缀可以生成很多很多不同的新词 那汉语呢 能产性就没有像英语那么高 只有少部分有 比较多能产 比如说 改变词意的 刚讲这边是老 虽然很多 可是它是不改变category的 不改变词类的 那英语里头 很多能产性是因为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词跟像说 像是IzE 加上IzE之后会变成什么 动词 对不对 那还有 FUL 加上FUL会变成什么 形容词 那还有什么 LY 副词 找一个名词好了 可以变名词的 可以变名词的 IzE是动词 ER ER是名词 可是它本来是名词 对没错 ER是可以生成名词 比较应该有更好的例子 想一下 FUL 对 FI ON SI ON 是 或是TI ON 然后 那所以以汉语来说 我们并没有这么多 派生的方式 因为我们的 那个 Affixation 这是词罪 加罪的作用 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 那少数比如说 信跟话 什么什么信 会变成什么词啊 首先它前面要接什么词 可以加名词吧 然后加了信之后会变什么 形容词啊 不是吗 没有想法吗 欸你也觉得 我刚刚讲 等一下说出来 比较像名词 比较像名词 那可以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人性 人性 可是人本来就是名词啊 他并没有转化成名词 所以 有没有什么例子是 本来不是名词 加上了性 我想到的是 比如说 服务本来是动词嘛 对不对 可是比如说服务性社团的服务性 就是 就变成行动词 那名词的话 你再想一下音言 你就想到等一下告诉我 啊什么什么话呢 比如说工业 然后变成工业化 所以是什么词变成什么词 所以是什么词变成什么词 也是变成形容词吗 好 比如说什么例子 现代话 现代 现代是什么词 零词 零词 啊现在话呢 现代是什么词 我知道你刚刚讲 有动词的可能性 比如说一下 我现在零词想看 动词 活化 嗯 活化 对 活化的 活化 活化 大家的脑袋 活化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 一来是这些词根很少 这些词缀很少 二来是这些词缀的那个 能产性也不高 不会像那个 英文 它会是 很多很多词 都同样具有这样子的特色 那这个 这类的词数 有分为 有残存语域 跟非残存语域 然后也有分为 自由词数 跟非自由词数 那我们可以想像就是 区化的比较多的 它本来的语义 已经都不见了 那这种东西 常常它就要依附在别人身上 所以我们会认为它 比较惨会是非自由词数 比如说阿蒂老子的 刚刚讲过 那自由语数是因为 它本身 虽然是一个词数 但是呢 它还保有它原来的语义 所以 它可以 还比较自由 可以是自由的 那位置上 刚刚有讲了 有前罪词 跟后罪词 这个我就不再赘述了 再重 不再重说的 那以能产性的词罪来说 也有很多标志性的 比如说 这里有细讲了 这四个 这五个 第一个化 结合名词形容词 衍生出动词 比如说现代化 工业化 烧子化 有的是名词 有的是动词 现代化应该是 名词 对不起 工业化 那职醉性的话 结合形容词 衍生出名词 比如说 不确定性 稳定性 危险性 那头是名词的标记 那如果加在方位词上面 会变成方位词 比如说 上头里头 那本来它就是名词表 木头石头 那其实木本来就是 一名词 石本来就是名词 它只是加在这个 让它变成双音节 所以地的话 它结合一般是 基数 基数就是 一二三四五这种 普通自然数 那它会衍生出叙数 叙数 ordinal就是 表次序的数字 比如说英文你的 first second 它有各自的一个单词 词汇 那汉语里头是加罪的功能 加罪底之后 是做这样子的功能 那词罪们 则是 可以结合人称代词 或者是名词来形成 附数 我们 你们 那名词 加名词 形成附数 比如说什么 老师们 学生们 孩子们 加名词 OK 这是词罪的部分 那刚有一页 我们刚才没讲到的 就是派生 方式 派生方式 前罪跟后罪 前罪的例子 有 老小啊 然后后罪的例子 子 儿头 我们要请同学来念 一个人念一种 然后把他念完 总共有 六个 汤是到谁 惠语吗 刚念到谁 义华 结束 换义华是吗 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将从义华这边轮回去好了 好开始吧 老 老虎 老王 老书 这是前罪 再来 小张 小乘 嗯 再来 阿来阿娘 嗯 好 再来 脸子 蝇子 袖子 镜子 镜子 嗯 儿 又回到这边 鸟儿 鸟儿 娃儿 鱼儿 猫儿 义华你的方言是有儿化孕的吗 没有 没有 好吧 再来投 不可 专业 很好 很好 太棒了 那 构词法 这份讲义是到这边 那请大家拿另外一份讲义的前头 这前面部分 构词法这边会继续 这边有跳过构词啊 有 建议说所需的 不是有 有quote那个所需的 词是我们离不开单位 整个原重构造占成中心瑜的地位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构词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部份是 词 跟 非词 在汉语的 比例吗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问题啦 所以特别 在这边 另外就讲得出来 这不是课本 不是李老师课本 李子俊老师课本 那 以构词 构词的方法 刚刚介绍那么多之后 我们发现其实有一个难题 就是 我们首先要先决定他是词 还是不是词 为什么这是一个难题 大家可以看这边 这有一些词 打场 打雷 打仗 打手 打人 看起来他 不管是竖兵结构 大部分是竖兵 打雷 打仗 打手 诶真的全部是竖兵 那 第二排是 红包 红牌 红灯 红牌 红花 他是一个 有一个修士语跟一个中心语的骗证结构 所以看起来结构上就很清楚 大家都好像是一样的 可是事实上 其实你看这三个 他是一个洞兵的离合词 怎么说呢 打场是什么意思 知道吗 有没有人家 务浓的 就会知道打场是什么意思 打场 就是 在那个塞骨场上面把那个骨子 用机器把这个打下来 打场 那打雷打仗应该都知道 那他这三个词呢 他显然看起来都是单一的词 对不对 打雷 打仗 打场 那他们是洞兵式的 可是他们可不可以离合 可以 对不对 打一场仗 打了三小时的雷 对不对 那看起来是洞兵可以离合的那个词 那但是右边这边呢 他却比较像是短语 怎么说呢 比如说 打手 打人 你不能说 打了三天的手 或是打了什么两小时的人 对不对 可是他 他是 就是 这里的打手 不是说 有一种人就是被我派去 比如说 对 这不是这个 比如说有同学 哪个 比如说我跟谁结仇了 对不对 然后就派一个打手去揍他 不是这个打手 他是什么 他是戍兵的那种打手 就是说 对 那他看起来不像是离合 打人 不像是前面那种 可以离合的词 他倒是比较像是 facial的 比较像是词 那所以 等下会看有几个判别的准则 所以 以打人来说 你可以解释说他就是 其实就是人被打 对不对 有一个人 然后他被打 然后呢 他 你可以说 打 打死人 你把他打死了 就打死人了 或是 你一样可以让他 让他是可以 动兵之间是有一些 距离 那不过显然不是词 对不对 那红包红牌呢 他是一个 修士语跟中心语的结合 他是一个定中式的语词 红包是一种东西嘛 对不对 红包整个合起来是一种东西 他不是一个红色的包包的意思 所以他是像一个词 因为他结合的更紧密一点 红灯 红墙 红色的灯 红色的墙 这时候就真的是红色的灯了 刚讲过红包不是红色的包包 红牌 就是说这个女明星是指 这个歌星是这个歌 是这个 这个 戏院里头的红牌 但不是说一个红色的牌子嘛 可是这边呢 红墙真的是红色的墙 红色的灯 对吧 那红花呢 红花也不是指那个中药 你们知道有一种中药 中药叫红花吗 他是一种药材 但这里是讲 这个红色的 红色的花 红是修士语的意思 所以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短语 也就是说 虽然看起来一样都是一个 动兵式的成分 或者是一个定中式的成分 就是 这什么 对定中式的成分 那 其实他内涵上是不是词都还是很难 很难去决定 那 课本 有些课本会用这五个判别因素来判别说是词或非词 所以比如说这个组合能不能单用 能不能拆开 能不能扩展 还有单独的语义是否是他 整个语义的合成 我们刚刚也用了这个方式嘛 比如说 红包不是红色的包 他是一种信封 红色信封是包红包那个红包 还有有多少的语书 这些都是构成的 但是刚刚讲啦 打人我们都可以拆开啊 打人本来就是人被打的意思 也可以说打死人痛打坏人 而且他单独的语义 就是人的语义跟打的语义 是可以合成他组合成一层 所有的语义 所以对啊 但是对他来说 对我们来说打人是一个短语 那打仗呢 你一样可以拆开打完仗 仗打完了 那你也可以说打了一场仗 可以做离合 那他组成的语义也是等于他部分的语义的全体的加起来 对不对 可是呢他却是一个词 所以这是要告诉我们词跟非词 打仗打人怎么怎么处理呢 其实是很难 那有一个判别的准则 就是我们发现汉语的词都三个方式来的 刚刚讲的那些什么 合成词 派称词里头的合成方式 其实归类起来就是三种 第一种是词汇词 第二种是韵律的 第三种是语法的 以词汇词来说 就是 就是我们一般称的词 那他 通常不会太长 也就是他不会是四个音节或五个音节 如果你发现有一个语词 他是 大于三个音节 那他是词汇词的几率就不大 那 他通常不长而且有独律的词汇语 那第二种是 韵律词 我们刚刚讲说能不能形成一个词跟他的韵律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单音节双音节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 那最小能够自由运用的韵律单位是什么的话 就会是那个词的大小 以运速来说 他可以形成音节 音节我们知道是什么 运速我们也知道是什么 那音节再大一点的单位 我们叫音部 音部 他通常这些是最小能够 自由运用的单位 所以呢如果是依照这个来实现 以音部为单位来实现的 词 我们叫运律词 所以像单音节词 双音节词 三音节词 都是所谓的运律词 那 以单音节来词他是很标准的 音部的大小 那双音节词就是标准的 运律词 那第三种是 语法词 语法词在组合关系里头是相当于一个词 但是他在词汇层面还没有定型 所以你去解析他的时候他比较像是 语法 来看的 那比较像词的比如说有 心试 女试 这种 假如说你是词 词罪都是后罪试的话 以心试女试来说他比较像词汇层次的结合 那你看这个 阿Q试 阿Q试这个阿Q 阿Q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什么是叫做阿Q 他那个人阿Q其实是什么意思 精神圣定 你们都知道 什么叫精神圣定 我第一次听到 对阿Q证传来的 他的典故就是阿Q证传来的 他一个人就是用脑补的方式去 去 对觉得自己赢了 那在现实上是其实是很 很可怜的 很比较 很凄惨的 对不对 用基层来打败 用换位思考来解决事情 那还有这个 岳主代跑试 那这一样他你看他多于很 他不会是词汇词的原因是另外一个体现方式 就是你看他的音节数非常多 所以他内涵结构会比较复杂 那一样都是试的夹罪 上面这个女试心试就是词汇层次 那后面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惧法层次的东西 那中间有一些模糊的地带 比如说流线式滚筒式 滚筒式洗衣机 对不对 那他就比较模糊一点 刚刚我们讲过的单纯词合成词 这边有一个表格 那以单纯词是一个词数嘛 合成词是两个以上 合成词有复合跟派生 两种生成功的方式 单纯词就是用音节单音节多音节 但可能都是一个同一个语数 普桃还是一个语数啊 那 单纯词来说 如果是单音节多音节 许多音节的单纯词 有时候常常是外来的音译 比如说 英特纳尔是英特 英特 英特尔为什么英特纳尔 英特纳尔吗 英特纳尔 不是吧 不是英特纳尔吧 英特纳尔 这个例子不要理他 复合词则是有词跟跟词跟结合 派生词是词跟词最结合 这里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刚刚到目前为止 讲过的所有的 生成方式 接下来就会讲那个 单纯词合成词 他们 内部的 细节 这是从另外一本书 不是你的课本里头 截取出来 所以有一些用语 会有点不同 不过 基本上的概念都是类似的 刚刚讲完这个构词的部分 词根是词的核心 表达语言 词醉者是 不攜带那么重的语义成分 那以为之分有前醉中醉跟后醉 那单语言单身词有这几类 这几类 我们刚刚讲到的 只有讲到那个音译词 只有讲到音词 对 那 不过这边他把它说到比较多类 大家知道一下 分类不是重点 你永远是可以分很多类 尖类词来说有不同 意象跟用法 在意上有连细的 我们叫尖类词 尖类词 比如说 以窝来说 它可以是名词 像鸟窝 也可以像动词 比如说窝在家里 可是它的语义是有相关性的 为什么 因为鸟窝就是住的地方 那窝在家里就是怎么样 就是 全须在你的 住的地方 所以它语义是有相关联的 但是词性是简然不同 这我们叫尖类 变调词呢 改变一个词的声调 比如说分 变成分 那我们可以想像 本来分 可能是名词 分 就比较像是 动词 或 分量 以分 也可以是名词 对不对 分 分开的分 一份两份的分 就会造出一个新词 那鹅化韵当然也是会让 词语好像有点改变 改变成一个新词的样貌 但事实上没有 那通常它有一些 比如说小撑的功能 或是 讲的比较可爱 或是语气比较减轻的功能 比如说 男鹅 胎鹅 鹅化词 造出来的 那事实上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那个 儿的后缀 完全没有什么语 虚化掉了 只是为了双音节 那合音词 将双音节 加成一个单词 比如说 不用 这个上次讲过 合音称 那你音词呢 啊哈黑 音译词 音译词用借音方法来制造的 词 比如说 what 这是一个单位 然后 Ring 好 那 双音节的单纯词 刚刚讲到了 连绵词 跟音译 跟谍音词 都有讲到 事实上 所以很快的跑过去了 双音节的连绵词 所构成叫做连绵词 它有双声谍运之间的区分 所以双声谍运 非双声非谍运 跟双声 间谍运 音词 是借音的 沙发 Tangle 和歌 连音词 则是 双音节重叠 这都是刚刚讲过的 所以 给大家更多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同课本解取出来的 复合式的合成词有并列 限定 补充 支配 陈述 陈连述 连述 它这里的述就是 位的意思 所以陈述式就是所谓的主位式 连述式就是并列式 对不起 连述式 对不起 这边的连述式是我们刚讲的 复合关系的五种之外 另外它有躲出来的 那对连述式的定义 它说是 不是补充也不是并列 不是支配的关系 但是又有两个词数构成 所以叫做连述式 那它的补充式其实就是我们的动补式 然后 联合式并列式 真的没有问题 限定式就是我们的偏证式 那派生合成词里头是有词根跟词醉合成的 词醉有虚化的大小 虚化程度的不同 你可以去做细分 以词醉来说 它跟词组合的 词根组合的时候是不是固定是一个因子 第2个就是它有没有catebride 它有没有犯粹化 第3个就是它的意义有没有虚化 那如果呢 呃 它跟词 词根组合的时候位置很固定 而且它有犯粹化 我们叫做准词醉 那如果是那个 3个都有 我们叫做纯词醉 所以以词醉的不同来说 对不起 那3个都没有的话 意义没有虚化 倾向定位 还有类化的新兴词醉 我们叫类词醉 那以这样子来说的话 纯词醉有哪些呢 纯词醉有 老师老板的老 阿姨阿狗的阿 小偷小贩的小 那纯厚醉有 桌子椅子的字 骨头 甜头的头 头儿未儿的儿 偶然忽然的然 那如果是 准词醉的话 他的例子依照不同的有 前准词醉跟后准词醉 跟中醉 那准词醉 比如说无形的无 无故的无 自立自重的自 相逢相通的相 那还有 后醉的作者 学者的者 学员 店员的员 凶器 兵器的器 性感好感的汉 那准中醉 看得见看不见的 得跟不 最后一种 类前准跟类后准 类词醉的 它是刚刚讲的那个 组合时位置不固定 而且它伴从后来没有 意义也没有虚化的 这种 意义 虚化的也比较少 这种我们叫做类前 类词醉 那根据位置也有前 最后准的区分 类前准有半自动 半封闭的半 多层次多方位的多 雅热带雅硫酸的雅 然后类后罪的 比如说宗师法师的诗 殿功继功的功 天才 冤才的才 功名古名的名 工匠木匠的匠 所以派生的合生词 它的词序有类词序 准词序跟 完全词序 纯词序 其他要注意的事项就是 词序跟不同词庚的组合 可以构成不同词性的词 所以比如说便于对于终于至于的于 那个于 对于跟至于 好像是比较像介系词 to somebody to 终于是eventually是副词 便于 比较像是动词 但一个汉字也可以代表不同的词数 比如说孔子的子 他只是人民嘛 地子的子 是真的是 下一杯的意思 分子的子 是小的东西 桌子的子 没有意义就是 后缀 那并不是每个词都可以清楚做出结构分析 比如说像这个就很难 斯文 是什么分析啊 你有办法 说他是哪一类 斯文 应该 斯不像是树 树冰跟 动冰跟动补就不像 对不对 并列呢 有没有像并列一点 主位也不可能 对不对 是不是像并列 那握并呢 握并 动冰 可是我们不是躺在病 病上面 我们是躺 是因为生病 他握病在床 是因为他因为生病而躺在床上 所以那个病应该是比较像cause 原因 对不对 因为生病而握 所以是什么 树补吗 也不像 所以但这里重点就是 不是每个词都可以清楚的去做那样子的结构分析 那还有前面所谈的词序 是属于构词的词序 构词的词序跟构型的词序是不一样的 构词的词序跟构型的词序 其实我们 汉语的构型词序也不多 就是 比如说那个 惹 惹通常的话动词后或句末 那他表示 完成或是一个 提茂 对不对 他是一种茂的标记 那 他跟门这种构词的词序又不一样 为什么 惹是不附着 附着在词里面的 他是整个句子词 还可以附着 所以他 所以说构词词序跟构型词序是不一样的 嗯 老师 因为桑子会不会比较像 并列 桑子比较像 对看起来两种都是 是两种不同的植物的感觉 对所以比较像并列 对这几个里面倒是真的像桑子好像比较像 我刚看了斯文 那希罗 希罗很大 比如说他答错问题了 然后 然后 老师就笑他 老师居然希罗他 是这样的用吗 对不对 不知道 若像是补 可是这个希是动吗 也不像 动补吗 那请问呢 请问也很难 请问像是什么 请问不是请你来的一个 所以是 很恭敬的问的意思吗 比较像 会不会像是 偏正 恭敬的问 好像比较像 对不对 Anyway就是 不是所有的词他都可以去做 分析 好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 5分钟回来 我们很快的 很快的 解决那个造词的部分 造新词 那下一本节课就是要讲汉语的新词的构造的方式 也是一样会讲两种课本对造新词 这个部分 不同的说法 好 我们最后一个部分 比较 不需要分那么大的比重 是造词方法 造词方法 基本上 用在 当有一个新的概念或新的物件被发明 或者是进到一个语言的时候 那 最常见的其实就大概五六种吧 比如说 离合 就是把两个字当中 其中一个的 读音曲一部分 形成像上次那个不用变成 繃 对不对 这种的 那又有借词 比如说 国外的 新的词汇进来 语音进来 那当然还有一种叫做 abreviation 所谓的缩略 缩略的这种话就是把长的词 变成短的 所以其实是长变短 不是截取的 那截取的叫做 acrine 首字词 这个在英文比较常见 像我们比较在这边比较少见 比如说 NTU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取每一个词的第1个字母 这叫首字词 就是同样一份讲义的那个 对于造词法有比较多的那个 讨论一个是拟音翻译 一个是拟音 第2个是翻译 然后第3个是 紧缩 第4个是重叠 第5个是类推 当然还有那个 音变 转类 跟字母造词 等等 还有辩序 还有辩序 派生 等等 我们看一个一个来看 以拟音造词来说 他是用字 来记一个声音 所以用 几个字来模拟 事物 或者是人 所发出的声 比如说 哎哟 滴答 或是 花啦啦 比如水声花啦啦 这样子的 那医生命名呢 这个 现在比较少啦 他是用他事物的发出的声音 比如说 布姑鸟 他其实是那个鸟 他就是 布姑布姑这样叫 知疗也是 那乒乓也是 他是打球的时候那个声音 还有半音半译法 那就是一半是音译 一半又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 像是Apple Pie 我们叫他苹果 Pi 以Apple来说 我们是用意义来翻苹果 可是Pi是用声音翻过来 Motorcycle 摩托 但是因为我们要表现他是一种 车子 所以叫他摩托车 然后还有 Truvanism 沙文主义 Miniskirt 都是有部分的声音 但是又有 主义啊 群 车 Pi 这种 意思也翻进来 那当然翻译还有这个 音译兼用的一种翻译 他表示 他是在音译的基础上附加 事物的上位词 上位词是这样子 比如说 苹果 香蕉 这是一般的词汇 就是语言当中 基本词汇里头 像苹果 香蕉 凤梨 那我们知道他这些东西都是水果 所以水果就会是苹果香蕉 凤梨的上位词 那可能水果有没有在上位词 当然有 蔬果 或是食物 食物又是蔬果 水果的上位词 你只要想这个词 他所包含的在现实生活实际的物件的多寡 就可以知道他是上下位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比如说食物一定包括所有的水果 对不对 食物是水果的上位词 好 那比如说 高尔夫 球 那 也可以说高尔夫就好了 so far 沙巴 那 有些是对前面意义的说明 像那个球 以烟 片 这都是 那 注意在使用的时候 那些 如果使用频率比较低的词 就是你这些词本来就是很少说的词 那你一定要注意要把那个意义的那个部分也保留 就在讲的时候不要把它省略 好 那但是有些状况比如说bar 酒吧 beer是啤酒 比如说beer就是这些状况就是beer 啤 你用讲啤的话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再来音译柔和 音译柔和有三个情况 第一个是音译的时候尽量跟他语意读音字源比较近的字 比如说像什么 logic 逻辑 然后humor 幽默 engine 引擎 shock 休克 那当然在读音上他是 是取他的声音但是我们会尽量找 在这些读音的字上尽量取语音读音跟原字 跟原来词都比较相近的字 然后还有就是有时候你在使用的时候要有限度不能太过头 比如说 doctor就是医生嘛 那你不要硬要把它翻成音译跟什么多看透 你有没有听过吗 去google看看的确是有这样 然后 然后 coup detat 政变的意思 硬要翻成苦 苦 答 大 这就有点 太过了 对不对 本来这个语言里头就有这个词 就 不需要 去讲 然后 有些商业的广告词 他是故意的 他有意识的用一些 试试的方式去找 然后他跟原来的词有点若即若离 比如说家乐福 他是法语嘛 那你叫他家乐福 因为他是卖家庭生活用品的 所以有这个家这个字 然后又有福这个字 感觉好像是一个很正面的 然后又用乐 对不对 carnival也是一样 这些就琳琅别论喔 中间这个就是尽量避免啦 不要翻成什么多看透 好 还有紧缩造词 紧缩造词把已知的词语 用紧缩 以前就有这个造词方式 但是现在在用在新词的 深层上面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 所以比如说T恤短语中有代表性的词 比如说 女子篮球队 女篮 高等学校 就是高校 对不对 那还有一种 不是用这种T恤 他是省略里面 并列结构里面有些东西 他前面讲过他不重复讲 不讲两次 所以比如说中医汉西 你可以说中西医 这个医生中西医病 病行 对不对 就是说中医汉西都病行 我去缴交这个月的水电费 其实是水费跟电费 那这种叫做省月 然后还有就是用数字来概括的 也是一种紧缩的造词 比如说 金银铜铁锡 我们说五金 这是一种紧缩的造词 那再来是重叠造词 重叠造词 有叠阴法 跟叠束法 那叠起来的方式 又有单叠跟双叠 以叠阴法来说 他则是阴结的重叠 比如说 迷迷 滋滋 燃燃 这个烟燃燃向上升 对不对 单叠 同一个字 单叠 那 叠语束也可以是单叠 比如说 宝宝万万 王王 可是有时候 也可以是双叠 比如说 三三两两 婆婆 妈妈 OK 那这是叠语束 因为宝它本身就是一个语束 妈就是一个语束 那去做叠束 对这个语束的叠 叠法 好 那再来是类推 类推 类推是说 我们已经有一个固有的词 是A 那 因为它的相反词 本来在这个语言里面就存在 所以我们用它的相反词来造新词 比如说内战跟外战 先进跟后进 他是我的先进 所以我这个后进就要多多学习 笑花 所以我们也有斑花 也有说笑草 笑草是男生 那还有就是音变造词 他是把双音节中后一个音节的声调 读到成轻声 那经过这个音变读轻声之后就会造出一个新的词 比如说人家变成人甲 生气变成生气 本事变成本事 大方变成大方 人家是比较 比较显著的 这是一个水上人家 对不对 然后你就说人家不来了 他是不同的词 那他是因变造成的 再来转类造词 转类是形体不变 透过增加一个语法功能造一个新的词 所以比如说功能的转变 类别的转变 像行转动动转行动转民转动都是可能 比如说方便群众 的方便 方便本来是形容词 啊这个 交通很方便 对 我做节运很方便 可是你变成方便群众的时候 才是一个动词动作 对不对 政府做这个都是为了方便群众 那一样端正态度 这个人行为很端正本来是形容词 端正态度之后就好像是变成动词 那下面方法很科学 科学本来是名词嘛 对某一类学问叫科学嘛 那这个方法论呢 你用这个做原学 感觉这个方法科学 一直变成形容词 可以用很来修饰 对不对 所以不同词类的转换是一种 那 转类除了转词类之外呢 还有就是 另外转指跟自指 这是什么 指是说在 不改变他的心体的情况之下 也是一样找出一个新的功能 比如说名词化的时候 语义有时候会发生变化 这样 担任报社编辑 本来编辑是指 去做那个动作 去把这个文件编辑好 我这个书报编辑好 可是做这个动作的人 他变成这个报社的编辑 他变成名词 所以在名词 名词化的一个过程 再来自指 名词化过程的时候 有时候语义是不变的 编辑是有改变嘛 比如说没有什么喜好 喜好就是很喜欢的意思 那 他本来是 是动词嘛 对不对 我最喜好 我最喜好这一方面的事物 那 可是我说 我没有什么喜好 这时候变成名词 可是他名词化之后 意思是一样 只是一个是名词 一个是动词 可是刚刚那个编辑是 做某件事业的动作 他后来变成支撑 所以其实是有改变 好再来 外语的字呢 作为语素和汉语的语素 去做 结合的也有 比如说以字母表示 T-shirt H型 钢 T-shirt 那个T Shirt就是 T-shirt就是T-shirt嘛 对不对 那那个Shirt其实是衣服的意思嘛 那是音译 写作Shirt 然后但是T是一个形状的意思 那以字母比较类别的 比如说A大调维生素C 因为有维生素ABCD呀 其中一种叫维生素C 那有时候字母可以比较意义 比如说IP网址 IP网址我们没有另外一个中文的词 它就是IP 所以你 很难讲 有吗有信 据你们所知 我不是在领域说 应该没有吧 好 再来变序可以造词 比如说白银变成银白 白银是一种 金属嘛 那银白就变成那个金属的颜色 来替代 当作一种颜色 然后一样就是 插黑板跟黑板插 插黑板是动作 动 呃 动兵 那黑板插是一种 插黑板的东西 是名词 牙刷刷牙这都一样 这是变序 那再来派生是我们刚刚讲到 比较复杂的部分 派生是通常是用磁根加磁序 或者是磁根加磁根 去组成的 那派生这个部分首先用磁根加磁序 比如说RQ职场 写手老嘴 这我就很快的跳过去了 那用已知的磁数 和一定的余意关系来 类似聚法所端定 毕竟结合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很多次的 并列腺定这些 这些这些方式 还有陈述 这我就不讲了 你们自己去看这个例子 讲太多次了 那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 构词的方式 就造新词 这个 汉语里头造新词的方式 跟英语其实有些相像 有些不相像 总的来说 就这几种 这里归纳 另外一份讲义的 最后几页 第1个首字词 acronym 比如说刚刚讲的 NTU就是台大的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那这边就是 高速铁路就是高铁 主任委员是主委 国家科学委员会 就 国科会 台湾大学面台大 那其实acronym它有它的规则 比如说 我 我现在讲都讲学校名称好了 比如说成功大学的 说自首词 首字词是什么 成大 不是成功 那辅仁大学 那交通大学 那中央大学 中大 中央 为了要依照刚刚的规则 辅仁是辅大 交通道也是交大 所以这个一定要叫中大 中央大学 他们自己称自己中大 那中正呢 中正就是中正 中心呢 新大 中心 所以是新大 这就不是中大了 那台湾大学 那 台湾科技大学 台中教育大学 台南教育大学 高雄教育大学 高雄师范大学 台湾师范大学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国立台北师范学院 国北教 不是 国教大 台北教育大学 台北市立的教育大学 好啦 所以规则是什么 这是一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把语义重的 词拿出来 比如说台湾大学 台大 不会说玩大 对不对 成功大学 语义比较重的是哪一个 不晓得 那中央中心 这些的 那第二个原则就是刚刚讲的 我们要避掉 重复的 对不对 那除了一年说的避掉重复的 跟刚刚讲说语义重的要揭取起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则 英杰数会不会是一个问题 以四个字的大学来说有没有可能像 北教大或是国北师这样变成三个字 不会 所以英杰也是一个 就是你本来四个英杰的 就取两个英杰 那多于四个英杰 比如说五个英杰 或六个英杰的字 六个字的 你很难是有两个字 对就会取三个 那你会不会取四个 好像说什么国北教大之外 台北商业科技大学 叫什么 这就更长啦 我们刚讲四个字要取两个字 所以台湾大学不会叫台湾大 会叫台大 对不对 那多于四个五个字的时候 我们从中取三个字 那台北商业技术学院叫什么 台北商业大学好了 有国吗 有没有国 为什么有个国是重要的不是 因为像国北教的就是因为台湾有个台北 他要区别吗 如果没有他就可以把国力省 好我们现在把格局放得更大 现在有国没国你们觉得不重要对不对 香港城市大学 香港城市大学叫什么 缩略 其实他有个简单叫城大 城大 通常我没有英文说 CTU CTU 硬要讲中文的话只能讲城大 香港人可能会 讲城大没有 但台湾人讲城大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我们真的有个成功大学叫城大 对 所以我们可能就叫CTU 或是城市大学 直接直接讲 那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 港中大有港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有港中大 香港理工大学有港理大 港工大 理跟工哪个比较重要 还是理工大 因为理跟工都很重要 港就不要了 可以想一想 这蛮有意思的 他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是我们可以归纳出来 然后在离合词就是上次讲过的不用 我们说 甭 这样我们说 这样 不要 我们说别 对不对 借词有无国外接来字 巧克力汉堡 有没有这个工商讲 郭老 缩略语把长的变短的 刚刚的首字语是 取重要的字出来 缩略是 把长的变短的 张董事长 张董 董事长只取一个董 王总 这样子 创新是把 专有名词转为普通名词 比如说麦当劳 这个在讲什么呢 就是 现在你们应该不会啦 你们麦当劳 肯德基 摩斯汉堡 都是不一样 对不对 你们的阿嬷可能觉得麦当劳是贩子 所有的 素食店 都叫麦当劳 像我妈妈也很可爱 我妈妈 我只要出去买咖啡 85度C 买杯咖啡 回来 我妈说你又买果汁 对他来说所有的手摇茶 果汁跟 咖啡 只要是外卖的饮料 这样一杯一杯 他都叫果汁 对 这很很 为什么 因为那个细节区分对他不重要 对不对 那书节泛指所有的卫生制 至于是抽取式的 还是滚筒式的 还是哪一个牌格不重要 对 还有功能的转换 就是把本来的词类变成新的 春风又绿江南 绿是一个很绿形容词 变成的动词 江南的暗都绿了 变成绿的 白了少年头 头发变白了 变成动词 好 所以 现在下课 现在离下课有三分钟 请问一下 你们的线下的流行语 有哪些 现在等一下一个人说一个流行语 好吧 要说到我不懂的 我完全不知道 这样上一个班级他们说了很多 我真的都不知道 要说到我不懂了 像什么 壁东 那个我懂 对 那个我不够心 每人想一个 一怀可以想一个 比较特别的 常看到 我们可能不常 不一定要台湾 那就是你觉得 你觉得我会不知道 每人想一个 然后呢 想想看你这个流行语 是什么造词的方法 好 好 一脸要先讲 那这个不算是我的流行语 是高中生的流行语 好请说 就是那个 他们会说 用 郭屁事来代表 郭屁事 然后来代表 关我屁事 郭屁事 关我屁事 变成郭是哪个郭 姓氏的那个郭 郭 然后 字母屁 郭屁 郭屁事 就是关我屁事 屁事 直接用 郭来 关我屁事 所以看到郭 就其实是关我屁事的意思 那这是什么造词法 那这是什么造词法 取声音的部分 组成那个声音 嗯 取部分的声音组成心词 离合 关我变成郭 郭的部分是这个 批示 那可能就是 有点像戒词 有点像戒词 但是 应该也是 比较像离合 对不对 郭屁事 这是流行语吗 会用几首 你们都会用吗 这高中生 现在用这样子 我现在很喜欢写 他们也会说 那个用英文字 我们的J 嗯 J就是这个的意思 J就是这个的意思 那这同样是那个啊 就是这个 blending 对不对 好 那还有哪一个 大便 电 尬电 等一下我打出来给同学看好了 刚刚是 多 P 4 数字4 这样 然后还有 尬 电 尬电是什么 尬电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什么 god damn 这个酷 这个酷 god damn 的意思 那所以它是什么啊 像是戒词吧 boring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刚刚余涵 硬脸 讲完了 不是 慧语 跟 应言讲完了 你们两个到底谁是慧语 谁是 谁是 谁是慧语嘛 对 那没错嘛 我不想都没讲错 这下义华 还有余涵 有没有想到义华 流行语 你知道吗 他说起底算什么 起底 怎么 起底 起底 底什么意思 就是 起底 收索一个人 就比如说我在网络上认识一个人 就我下人 知道他们怎么样 然后去公主去收这个人 这不是叫肉搜吗 人肉搜索 起底 也可以说起底 对 我们会说起底 那是负面的吗 有 有 那专搜他坏事 是不是 那如果我去 去问人家 这样不算起底 一定要在网络上查 通常的对方 你收他 他不会知道 你得收他 然后你突然 公开 还有什么都知道 要有爆料 所以不只找 还要有爆料的过程 那这种搜 就真的 只有去搜 所以去找人家的资料 一起爆料 叫起底 很有意思 你可不可以找一个句子起底的 就 怎么使用上怎么说 例如说如果我被起底 有可能说 如果有一个人叫陈先生 陈先生就起了我的底 起了我的底 我无缘不被陈先生起底 陈先生起了我的底 他找到所有的资料 我起底什么什么人 原来是 谁是谁的 底下的 王军 我起底 邱老师 原来他是 一个12岁孩子的妈妈 这不是什么惊爆 一定要叫他负面 我起 我起底了 邱老师 就发现他是 荡人魔王 负面的 也还好 还不显然更负面 还不显然 因为我们比较常接触到 他网络上会说他是 比如说谁派来 建设政治 可负 然后外面有 有起底 或者有什么背景 政治人物什么之类的 然后收受 招起底 收受 或是他什么 某个公司 背后的 招起底 比如说我 肉搜邱老师 邱老师被肉搜 后来还被 起底为 上市公司的 总裁 并且贪赌 5000万 这样可以了吧 来 最后一个 可波什么 可波 波波 土波水波 这个 这样 可波什么意思 可杯 想想什么意思 应该跟声音没有关系 可波 很可爱的感觉 这边还有一些让他们还有那个 OSSO OSSO 是什么 OSSO OSSO 那这个是什么 OSSO是什么 OSO 这样子 这不像是从外国界的音来 反而比较像是 我们的原来的声音 但是是用另外一个拼音文字的 声音去拼 也有点疏离的感觉 你知道另外一班他们有什么吗 本事弹大 这你听过吗 什么意思 对我本来想要大骂他 就发现他 他太大了 而且后来说眼神说 因为他女生胸部很大 所以我不好意思骂他 我想说这是什么歪理 对 好像还有什么有趣的 还有铺 咩铺 咩铺 你有听过吗 铺是那个 口部的铺 是什么意思 就是 哭哭 哭哭之类的 很可爱 这些都我没听过 然后他说 其实是有一首歌 每一步 怎样怎样怎样 每一步 然后后来就变成 咩铺 所以跟声音也有一点关系 咩 咩铺 反正就是跟每一步有关系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他们说比较旧 买可乐 这就是完全也是声音嘛 对不对 你知道一华知道买可乐 make love 很可爱好 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 那个造星词的时候 不但是新的概念进到一个语言 那有时候跟他的声音有关系 我们都会有很多创新的造词方法 大家可以去反省一下你周边出现的新的用语 那他各自是怎么样的变化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三个部分 词汇跟构词跟造星词 大概就到这边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今天就到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